身为一名又老又手残的玩家 我点评一下黑神王悟空的难度和打法 我感觉有很多玩家并不是让这个游戏难度给劝退的 而是让时间精力劝退的 每天在班上把体力条都消耗没了 晚上到家根本没时间和精力玩游戏 这游戏我玩了一个月了 游戏时长是50个小时 共有81个成就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41个 我一般都是有空了玩一两个小时 有时几天都不玩 虽然这游戏很好玩 很吸引我 但是主业更重要 毕竟打游戏不是我的主业 黑神王悟空这游戏的难度其实挺有意思 我发现每个人卡关的boss各不相同 竟然有很多人卡白衣袖式 而我卡的是青卫龙 我开始跟他一招一式的打了二十几次 有几次打到他残血了 差点就赢了 但后来我看别人的打法 是把毫毛分身加满 只保留劈棍 一通乱棍下去 把青卫龙给打得无还手之力 不过这打法也太无赖了吧 不管怎么说是一把就过了 还有很多人说那个虎先锋和银虎难 虎先锋我是在和他练习过程中练着练着就过了 银虎我一共是打了三把 但是这个小黄龙我又失败了二十几次了 后来也是参考别人的模板打法 尝试了几次勉强过了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背景视频就是我打的 其实这个小黄龙是个隐藏的boss可打可不打 我看成就只有28%的玩家完成了 那个银虎是31% 清败龙是35% 在黑神话悟空里面那个boss非常多 挑战boss是这个游戏的主要乐趣 但想要打过必须得背板 也就是你能识别并且记住对方出招的前摇和后摇 知道他想干嘛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对应操作 是躲避还是识破或者是别的 目前我总结打黑神话悟空里面的boss有一个公式 那就是开始先来一个蓄力重棍 然后叫毫毛群殴 能躲就躲 躲不了就用巨型散气 再打不过就上精破和广制 实在不行再来一下钉封珠 这个套路适合大部分的boss 但是也有一些不能上来蓄力重棍的 因为他会先发招 玩这游戏我做的是全收集 那就是把所有的隐藏boss都打了 该拿的都拿了 比如精破 三冬虫 落架香腾之类的 地图的每条线路我至少转上一遍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可以多拿到一些经验和灵运 方便升级 二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素材 可以给装备升级 以后打的时候会容易轻松一些 同时也可以解锁更多的剧情 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玩 推荐给各位 特别是睡觉前玩一会儿 跑跑图做的收集 打打boss让自己红温一下 打完了再去讨个单吃 能把这一天的事和疲惫都忘了 有助于睡眠